下来讲这个主义主义的 哎呀我这个笔还是换回粗的吧 太细了 主义主义的 1-2-1-3 那么这个东西叫做 它是用来调和这个seudicism的 它是用来调和这个seudicism 我不知道怎么评啊 seudicism 可能评错了 它是用来调和这个的 你们可以回去看1-2-1-2 它叫做 monistic gnosticism 因缘论的gnosticism 那么代表人物非常明显 这个东西 历史上代表人物就是这个 华伦蒂诺 华伦提诺 valentino 它是公元二世纪很主流的那个诺斯蒂主义的头头啊 它是公元二世纪诺斯蒂主义的头头 valentino valentino 他是这个 他是竞选那个 升座 失败了 他本来想可以当家的 失败了 这个window 在他那边20G屌的 然后后来30G就轮不到他了 30G就轮到那个什么 什么 什么就是 什么唯一说啊 啊 我 啊 就 三世纪的时候就轮到这个叫做 叫monarchianism 三世纪的时候就轮到monarchianism 这个东西呢 是用来调和那个 那个 那个 哎呀 呃 华字 正义不正义的 正义还是不正义的 那个那个那个争论的 调和他的一个争论的 啊 大概来讲一下 就是说 就是 如果华字不正义 他就需要有 就是啊 什么 叫 然后 安伦色啊 我上次举的 我之前上面那期 我都记不得了 那他叫什么 安瑟伦啊 安瑟伦 安瑟伦 还有那个 那个落格 那个 和我出生的月份一样的 八月份 奥古斯丁 啊 他们 他们所提出的那个 那个 西游 西游戴西 西游戴西 我不知道是念西游戴西 还是西游戴西 西游戴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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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所提出的西游戴西 那么那个 那个辩论呢 那个论证呢 总是有剩余 没有办法论证清楚的 这个视频 我不知道有没有传 应该是传上去 还是没传上去 反正 没传上去的话 反正我们今天就先讲这一区啊 这个 但是呢 华伦蒂诺这里 我们先看场域论啊 场域论 场域论就是这个宇宙 cosmos 但是 就是说 场域论背景性的秩序 只有一个 就是神圣的秩序 神圣的宇宙秩序 就是 但如果我们写出来的话 就是这个 就是这个 是他的那个头头 他的那个头头 头头的名字 你可以说是华子的名字啊 这个 这个词 好像是古希腊里面来的吧 我不知道从哪来的 他就是至高的 是primal being prime being 至 至高存在 prime being啊 然后 然后本体论上裂掉了 本体论上裂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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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体论上裂开来 就是说 在 这个世界创生的过程中 裂成两种 两种东西的 一种 一种就是 这新柏拉图主义里面 那个形式啊 from f-o-r-m 或者叫这个 pleroma pleroma 其实就是那个 Gnosticity里面的灵芝啊 这个东西是 精纯的 超越性的 救赎性的 屌的 了不起的高级东西 然后还有一个 挫的就是 呃 这个 就是现象啊 from and 这个phenomena 现象 phenomena 这个就是 这个东西是有本体型的啊 这个东西是一个 本体论的东西 就是说 他这个认识论上 是没有反思的啊 论论上是一样 就是说他们 他们是一种 这是一种 新柏拉图主义 但是呢 他会把人类所体验到的一切东西 都看着是堕落的东西啊 这个东西过来 你体验到的一切世界的各式各样的现象 都是堕落的东西 那么这个 就是这个 Kanoma 是吧 Kanoma Kanoma 还是怎么拼的 我看一下 啊 是这个 K-E-N-O-M-A 在认识论上就是一切堕落的现象 我们体验到的一切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把握到的知识啊 世界上所把握到的知识 都是虚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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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就是 就是未反思 认识论上就是未反思啊 就是未反思 那我们还是要写啊 就是相当于这里还是灵魂 还是灵魂 但是 我写吧 我写这个词啊 Sophia Sophia 就是这个东西就是使得整个世界堕落的原因啊 就是智慧 这个东西就是那个 他不不仅仅是那个那夫妻两个在园子里面吃了果子 智慧国堕落 就是在这个华伦蒂诺主义里面 不仅仅是这样的 而是说 他这个堕落是是谁堕落呢 是这个闹阁 这个闹阁他创造了15对原初的 原初力量 15对原初力量 就相当于是30个这个他的代言人 30个代言人 叫Aeons 30个代言人 15对原初力量 30代言人 他们都是sexually 就是 呃这个 symmetry 就是 就是这15队都是阴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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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队立的 然后总共30个队里 什么日月星辰差不多这种东西吧 什么冷卵啊什么这种什么硬 就是这种都是他的这个Besos这个至高存在的代言人 30个代言 30个代言人里面有好像是两个吧 就是他堕落了 他堕落的原因是因为是是因为这个东西堕落了 他堕落就变成人类 就好像是只有一个他堕落了 堕落了变成人类啊 堕落了 然后 不是不是不是堕落变成人类 而是说就是堕落然后就化身出一个世界 因为这个Sophia还有因为他内内在有一种傲慢 就蠢 他有一种无知 这不是傲慢啊 叫做 呃他的无知 这个至高存在的无知被叫做这个 Sakla Sakla Sakla不是Sakla不是那个是蠢野鹰啊是Sakla 跟查克拉有点像Sakla意思就是在他是个古叙利亚语他的意思就是愚蠢 蠢好蠢了 他的意思就是蠢 就是因为因为这个 Bisos他内在的有一个不一致性的一个蠢啊 他导他导致了这个然后他他因为他蠢然后他信仰了这个符号学就是说他产生了一个符号学裂痕吧 他他他他就是采取了一个智慧的一种姿态但是并不是由由这个Bisos本身的应该是这个Sofia和Sakla这两个的吗成对子吧可能是他15对元出力量的一对吧这两个我都不知道我都不知道吧然后他下来就化身啊就化身出这个物质世界凡俗的物质世界凡俗的物质世界凡俗的物质世界 然后这个凡是物质世界堕落出来的呢 呃他还是一啊他还是一头这两个东西不对的因为他们是连续的你知道吗他们是连续的这是一个宇宙论连续的所以这个场域论我可以把它看成是一种宇宙论神话这个场域论就是一个背景性的这个宇宙论神话啊一种神话宇宙论啊 神话性的一个宇宙论就他这个他这个信这个的人他在背景性的场域就这一个故事就这一部电影放到底他就想了爱一开始是这个什么Battles然后是谁谁谁什么他妈的Sofia和Sakla又又聪明又蠢然后怎么怎么样他就想了他就是就是这一个故事这是one narrative 他的场域论可以说成是一种叙事narrative啊是这样拼的吧 哦靠 呃 呃 NARATIB 是这样拼的 就一种叙事一个叙事就是一个故事他就信了 他背景性的就是他不开窍他一字头啊他意识形态啊 然后在这个最后在目的论上那个是被调和的就是什么被调和就是 Codeci和这个Evil他被什么来调和的吗他被什么来调和啊就是被这个就是被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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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nosis啊被这个玩意给调和了他就哎呦别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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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会告诉你就是被这个东西叫做灵芝啊被这个东西灵芝被这个东西就调和了他说告诉你这个啊Codeci没事这个归根基底他是神圣的他是对的 这个Evil呢是来自于这么一个三十个代言人里面有一个蛇皮他或者说有一对蛇皮他就这么堕落了然后化成这物质世界 然后他会说人是这个物质世界里面最他会说人是什么最低等最低世界中的最高贵者啊啊啊 人具有属灵的那一面人是最低等的世界里面的最高贵者 然后他就是要把人给拯救上去那么人把把人给low上去的话就通过三个一个是语言wordword就写出的文本 还有一个是一个克里斯特同志就是那个具体那个人啊 incarnation incarnation 还有通过共同体的精神spirit啊spirit啊通过这三个文言把它搞定啊来来给让你产生这个gnosis然后让你回去让你回去啊他这个就是调和了这个Codeci和Evil之间的或者说是这种世界的那种不正义的非正义之间呢一种对立张力被这个调和了圆回去了就是说啊 其实老大哥是没错的有问题的是他下面一个小弟的听信了谗言然后怎么怎么样呢 然后人是没事你是这个最最悲惨世界里面最高贵的这个世界本身充满了恶但是人是没问题人总归是可以被被被被就可以回家的 然后他所以他这个之前的那个creationism和这个Codeci之间的这个Codeci之间的一个张力就被 就是虽然是我造的但是我不用给他恶负责是吗虽然这个是这个是拜拜多斯同志或者说华子同志给造的是他的一个好名字啊 然后我要说的是这个东西啊必然会导致什么必然会导致他没有办法就是为什么他落选了呢 你知道他为什么落选那个这个SZ啊就是圣ZUO他落选了这个圣ZUO的原因是因为啊他的这这套玩意没办法无法调和无法调和这个社会矛盾啊 他无法调和社会矛盾是因为他无法无法坚持 这个 Trinity啊他没办法坚持这个东西啊 呃就是说他无法坚持这个东西就会导致什么啊就会导致一种等级的秩序没办法维持啊 就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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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就是那个那种社会那个古代等级之最基本的等级之他是分三部分的 这三部分分别对应了三种人可以说 man of 呃可以说就是 idea或者说就是 有三种人啊有三种人 man of 你可以说 呃我看一下 啊spiritual material and animal 有三种人啊man of spirit spirit 然后man of material matter 最后还就是spiritual man嘛我反过来写吧spiritual man 然后这个material material man啊 啊灵性的人那灵性的人主要就是就是知识分子啊知识分子啊 啊或者那种就是祭司啊还有那些就是礼仪性的啊还有那个宗教性的那些人 然后man of material就是两种人就是就是两种一个是武力武士阶层 武士阶层啊还有一个是什么还有一个是商人商人阶层 市民阶级啊市民阶级是靠生产的啊还有这个农民啊最后 当然农民也不是所有农民最后是这个animal man animal man animal man的话就包含这个野蛮人 还有那就是所有的剩余啊就所有的剩余都在这里面animal man 你看animal man man的就是他这种三分法三分法的这个这个等级质啊 heal key 三分法的等级质他其实不是完完完完好的分的就是说其实是个二分法加剩余你知道吗 二分法加剩余实际上是个二分法加一个剩余 那么所以他要坚持这个trinity的用处就是通通过trinity他可以整合这个社会 他可以让悲惨的人在trinity里面的那个song那边得到认同 在庸永路路的人里面可以在trinity里面的spirit和这个这个father里面得到认同 了解吗 啊 父亲的精神得到认同 庸永路路的人就会 当然这个我只我只这样说当然不是父亲精神的意思 所以trinity实际上他必须要得到坚持对于当时的这个罗马统治者来说没有这个东西的话社会稳定是兜不住的特别是当时的这个古罗马那个奴隶之下还有野蛮人奴隶啊 这种还有那些就是殡葬行业的殡葬行业的屠宰业的肮脏的那些还有那个什么处理处理粪便的那些人就是剑业操持剑业那些人 你知道为什么他会是这样的吗 因为实际上啊就是说这种二分法加剑业的这种东西它是为了这个剑业的存在是为了作为构成性例外构成性例外来来支撑来支撑什么来支撑神圣性啊来支撑神圣性来支撑上层上层的神圣性的因为神圣性是通过想象对吧 但是你直接想象啥叫神圣是想象不出来的你不能直接想象的直接想象一种神圣性是直接不了的那你只能通过否定厌恶 还有还有逃避还有禁忌啊禁忌禁忌一种污秽性实际上是污秽性 所有的神圣性就是靠污秽污秽性污秽这个时候带来的那种利比多焦虑 靠近那种就partial object的时候那种污秽的汽盒子旁加汽秽污秽性通过否定这些东西回溯性的建构你所谓神圣性 其实神圣性的本质就是污秽不可触碰嘛这实际上就是污秽但是呢它是通过一种否定的姿态好像就干净了 有点吗就这个这个是一种就是说所有等级制社会它来维护上层神圣性的方式都是通过甩出构成性例外 把这个构成例外当成当成就是它的有点像燃料一样的 它它的共同体要想象神圣黄金啊什么什么飘在云中的芬芳香味啊这些东西 它一定要有构成性例外的 因为你为什么你的意识结构会把那些东西把握为芬芳和香味是因为你在成长过程中把你的粪便当成禁忌啊把你粪便的味道当其实小朋友在最小最小的小朋友他会在 你看小婴儿拉拉屎他会觉得臭不会臭啊他是后来规训出来的他这个符号学结构你把粪便当成是那个一种啊 你要去排斥他当成禁忌无畏东西把它结构起来的时候 父母父亲的律令父亲的律令不得触碰无畏之物 这种律令里面就慢慢慢慢这个厌恶的结构就显现出来 然后你再闻臭味就感觉臭但是实际上为什么臭豆腐好吃是因为臭豆腐它就是击破了这个父亲的这个这种就是刚欲啊你了解吗 口唇欲和刚欲的结合小婴儿他闻闻屎他不会觉得臭的 因为他符号系统没有建构起来啊这种同样的气味气味的香还是臭这是通过符号学结构出来的是通过语言体系还有你的禁忌体系爱欲结构结构出来的 他是构成性的啊所以这种构成例外他就是支撑了整个所有一切神圣物的那种神圣物的那个高洁啊他的美好啊他这个东西是具有是具有战略意义的是对于这个共同体的维持是战略性的啊维护他的一个利比多秩序的维护他的一个爱欲结构的爱欲秩序的他必须把这些那上面就是站在斗兽场那个看台低排看戏的那些那些呢 这些达文贵人看成是神圣的高贵的他才能维持这个罗马的秩序啊了解吗啊我们我们扯太远了我们就是要说这个穿的他为什么一定要被坚持对于罗马来说然后这个华伦蒂诺呢他是不坚持这个东西的那为什么他不能坚持这个东西呢因为他必须要甩锅你知道吗他这个甩锅的结构他是个甩锅的结构了解吗他是个甩锅的结构了解吗他是个甩锅的结构 他一定要把这个他一定他的结构实际上是一个我们之前学的那个那个叫什么名字啊毕达哥拉斯学派毕达哥拉斯毕达哥拉斯的那个三角形三角形是最稳定神圣的图形 所以在他那边他是个他是一个他是一个三元三元主义三元论者三元论者实际上就是 当然是做就一个造势的这个他是一元论的但是就一个这个魏达他是三元论者啊魏达他是三元论者或者说他的那个 他的那个我们把它叫做 他是有三个这个 我可以把它翻译成神魂吧或者怎么样呢啊他是有三个的三个这个这个这个 Bethos他只有三个人 他然后化身过程当中 Bethos是化成了三个神魂的 其实是三个人格 三个格 那么这个东西是 这个罗马贵族和这个 那个那那那一批精英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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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圈子里面那些人 他受不了的他不能接受 因为他突破了他的共同体的 他使得这个这个学说失去他的意识形态功能 你知道吗 失去他的维系共同体的功能 所以但是他必须要有这个东西 因为这个东西方便他甩锅 他必须要有这个东西 呃 这个 啊我我 然后甚至就说有人会说这个 就是他这个结构其实 啊因为他最后还是要 这个三元论最后还是要回到这个 啊一元论里面去 回到这个这个Bethos 这个 应该这个可以写O也可以写U吧 这个词的古希腊含义是深 深 深邃者 就是深啊 还有一个 风饶 风饶的意思啊 风饶者 然后他其实还有两个名字 一个叫做 PROARCHI吧 哇靠我不知道是不是 还有一个是 呃 叫做 PROPATOR 都是 这个前面这个 好了解 就是说这是 圆 然后这是什么 屎基就是就是物质的最 就是 最屌的物质 就是太 就是屎基 屎基 屎基 我们讲的古希腊哲学的时候 2-1的时候就讲过了 ARCHI 下面这个是圆 这个PATO就是FATHER 圆富 这个 风饶者 这个 VICEOS O 还是U 都可以 这个发音问题 他就是风饶者的意思 风饶者的意思 他 就是说 有的人认为就是说的呃 就是 当然我是看到维系百科非常无耻啊 就是说他甚至是为了让这个三元论 trinity 能够回归到这个一元论 他搞了个四分体 搞了个毕达哥拉斯以上的四分体 就是 毕达哥拉斯四分体 就是这个东西他派生出一个东西就是他的情绪 他的情绪性的存在 他的情绪就是他的一个阴性的存在 就他的相当于他的老婆你知道吗 他自己的情绪变成他老婆 那是不是有点有点夸张啊 这个东西被叫做这个 这样写 这样写 inno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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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他的情绪啊 他的那个一种他的一种激动的情绪 然后他这两个 伸出两个东西 一个就是他的他们两个伸出了一个就是 也伸出了两个这个一个阳性一个阴性的东西 他阳性的东西就叫做 呃他的毒子啊他的毒子 这个这个东西就对应着那个trinity里面的那个son啊 就是monogenesis 就是就是单细胞无性繁殖的那个那个单词啊 我靠在哪里啊 我都找不到了 单细胞无性繁殖的那个词 monogenesis 还有这个alessia 这个玩意也学海德格尔的人都懂啊 这个东西就是无必啊 无必 但是他是一个 他是在古希腊神话里面是个女神 真理女神你知道吗 无必 但实际上就是他生了一个儿子生了一个女儿 这个东西是一个阴性的存在 他就是他不他没实体化 他是啊 monogenesis 他是 他是 incarnational 他incarnational incarnational 然后就变成那个克克里斯特的同志 这个呢是变成那个 变成这个呢是可以看成是变成那个就是word 变成文本 这个呢那就是变成斯普里特 斯普里特 斯普里特 他变成那个spirit 啊 所以他就形成个四分级 那么这个是 搜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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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是 他是为了维持他这个gnosticism 他为了维持这个gnosticism 他是 没办法的 因为他这个东西一定要独立出来做一个歌 因为这个东西就是他的那个 他的那个gnosis gnosis 他的那个 让你回去的那个力量 不是靠他的 就是在 gno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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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里面啊 gnosis 里面 在这个诺斯蒂主义里面啊 这个这个incarnate的这个闹阁 他是没有办法把我们带回去了 靠这个是不够的 not enough 我们还得有这个alessia 或者说要有这个高级智智慧 才能把我们带回去 因为这个高级智慧 他是 就是 他是告诉我们 就是就是 如何去调和他这个创造出来的世界 一方面是他创造的 里面充满了各式各样的邪恶的不正常的情况 另外一方面是一个 他又是 他又是一个至善的这个矛盾 那这个矛盾是怎么来调和的 就是靠这个 靠这一套 他讲的这套故事来调和了 是我造的 但是他是出问题 不是我的错啊 哎我还给你们准备好了 这个gnosis 叫你们怎么回去 啊 就就是这个东西啊 然后 他没办法支持这个trinity啊 但是实际上真正的这个 真正的这个 比如后面的真正的真正克服这个 调和这个矛盾呢 也不叫调和这个矛盾 阳气这个矛盾呢 是trinity trinity 但是 我们下一讲再讲吧 好吧 那么今天就讲到这里 今天就讲到这里啊 这个 我觉得应该能过 是 感谢观看